好大家好,我是大白,欢迎来到我的白话天下 那么前几天呢,我的这个账号出了点问题啊 所以说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那昨天恢复,所以今天就可以重新发了 那这两天呢,不管在抖音当中,还在头条当中啊 好多好多朋友让我聊聊司马南跟联想这场战争 那没问题的,那我这边呢,就结合最近发生的几个事情 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司马南最近炮轰联想这个事情,反正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这边就不啰嗦了,那现在你去看网上啊 你不管是司马南还是联想的,骂他的,挺他的 骂两方挺两方的,都有的 那相对来说,从我看到的语论来看呢 挺司马南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也有质疑司马南的啦 同时批评联想的有很多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挺联想的 那么对于这场舆论战争呢 你要问我大白说是有什么样的态度的话 我的态度是基本就这么几点嘛 你可以听听看,首先第一个哈 我们相比较去质疑司马南的这个动机的话啊 其实更应该关注的就是司马南所质疑的六大问题啊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这个观点的话,大家基本都能认同吧 没什么问题吧 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啊 我也在看大家的这个评论网上的这个反应嘛 有的人是质疑司马南这次炮红联想呢 背后是有动机的 有人说司马南他是为了掐翻 为了吸流量,挣钱 就黑联想 有的人呢是说 司马南可能是受了别人的指使 故意去打击联想的 反正说什么都都有 但是呢,对于这种观点 老是讲啊,我的态度很明确 就四个字 就算你们猜的是对的 那又怎样呢 就算司马南为了赚钱受人指使了 那又怎样呢 是不是啊 你问题是他说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呢 这才是关键嘛 对不对 我打一个不知道恰不恰当的这个比方 某种程度上这个事情不就是跟 前段时间都美族告吴亦凡是一样的吗 都美族确实是为了出名啊 他有出名这个动机啊 他动机就是不存的嘛 但那又如何呢 你问题是他指控吴亦凡的这些罪状 吴亦凡到底有没有犯罪行为啊 这才是关键啊 如果说有犯罪 抓起来接受惩罚嘛 对不对 所以吴亦凡到底犯没犯罪 跟都美族告吴亦凡动机存不存结 就两码事情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 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你没有必要去质疑什么司马南 这个基于什么动机去炮弧联想的 你就看他所举的 例举的六大质疑 联想到底存不存在吗 是不是经的鸡腿脚嘛 对吧 这是我们要把握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第二个基本观点呢 我就直接了当讲哈 司马南不一定没问题 但联想一定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司马南不一定没问题 司马南他提出的这几大炮轰呢 我发现有个特点 就你要说事实呢 好多地方还真是事实 你比方说涉及到研发占比 董事会成员的国籍 高管的这个高薪丛 是吧 数据基本都是事实嘛 联想自己都已经在财报当中公开的 但是司马南你注意哈 他除了摆事实之外 问题是很多地方 他是拿着这个事实呢 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了一些推理的 推理之后最后还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啊 那么对于掺杂了个人推理的结论 是不是对 是不是站了住脚 就值得探讨了吗 他是有探讨空间的 你比方说最简单的 就是说这个高管高薪丑的问题 司马南说是高了 这个钱是有点高了 但假设联想目前 他是能够找出一个合理的参照系 然后他呢 把自己的这个薪丑跟这个参照系一对比 最后证明 联想高管的这个薪丑也不算特别高 这实际上就算是对司马南的这个回击跟回应嘛 对不对 或者说呢 联想他可以直接给出具体的数据 或者说证据来证明 联想目前的盈利呢 主要是由这些高管的努力所创造的嘛 以此来证明 这些高管拿这么一些钱哈 理所应当 那你要能拿出这个证据也行的 也算是对司马南的一个回应 也算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最大的问题不在司马南这边 最大的问题在联想这边 他不说啊 啥都不说啊 现在这个战争看起来好像是说司马南跟联想的战争 但其实说起来可笑 至少纸面上正面战场上 我就看到司马南一个人在那里战斗 联想都没怎么回应接招啊 这是关键啊 那作为我呢 我是完全站在一个中立的这个立场去看到这个问题的 我就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 我把大家以及我看到的这个事情描述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如果说你是站在联想这一边的 你看到现在联想这么一个情况 你会不会是不是支持联想的人也会替他着急啊 人家都已经杀到你家门口了 跟你宣战了 你怎么一点反击能力都没有呢 你为什么不跟他正面去迎战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或说你在怕什么呢 对不对 相反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反联想的 你是对联想有意见的 那这个时候联想他不出来应战的话 也会有问题 那他们就会想嘛 你看你看你看 联想被司马南一怼 怼得牙口无言了吧 都不出来说话了吧 你亏了吧 对不对 联想确实有猫腻 那很多人他就会这么想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他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目前联想 这个不积极回应的做法 最终呢 不管是挺他的人 还是骂他的人 都会对他充满意见 牢骚满腹嘛 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哈 就涉及到前几天冒出来的 这个联想秘书 约见司马南世界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吧 你别看前两天闹得飞飞扬扬的 但是有个事情 其实你们想过没有 这个女秘书真实存在吗 或说咱们说的直接一点 这个人真的就是联想高层 派出去的吗 就这个信息 发给司马南的信息 就是这个秘书写的吗 至少 其实从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联想方面的 官方渠道或人士 出来承认 这个确实是联想所谓吧 没有吧 那么理论上讲 你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是第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呢 故意伪造出这么一个邀约信息 发给司马南的呢 理论上来讲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细节就特别耐人寻味了 你说司马南能不能够意识到 这一条信息可能有假呢 那这个事情你说连我都意识到了 聪明如司马南这样的人 会意识不到吗 但是司马南怎么做的 司马南最终的这个做法就是 他不管这一条信息是不是真的 他就默认它是真的 然后进行了回击 然后还进行了公布嘛 公之于众嘛 这样一来的话 造成一个直接的好处 那就是司马南将这么一个 真假未知的邀约 当成了他的一杆枪 继续用来打联想嘛 你看厉害吧 这个细节在我看来 是无关于说这个事情本身对错的 就是司马南高超的 斗争经验的一个表现 但是相比之下 联想继续沉默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啊 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儿 明白了吧 司马南现在打联想 不管他打击联想 所持的这个观点如何 还说是在打击联想 过程当中所运用的这个方法如何 你不能说他全然都对 你不能说他全然都站得住脚 但问题是呢 联想现在啥都不说啊 这是最要命的地方啊 就被动挨打 导致自己的这个舆论不断恶化 我们先不说联想别的 至少他这个危机公关啊 肯定是有问题的 至少公关这个层面一定有问题嘛 到底在干嘛 是吧 互联网公司的话 几千万上亿的这个公关费砸下去 我是真不知道 他们这个联想 这个公共关系管理部门 到底在这个事情上做了什么东西 怎么在做的 问题是 这样糟糕的这个情况 是今天第一次出现的吗 你这些年回想回想 联想老说公众对自己有误解 你问题是联想有没有想过 第一个 为什么老百姓老是对你有误解啊 第二个 当你明明知道老百姓对你有误解的时候 你进行有效的解释了吗 你把这个谜团解释开了吗 有些问题或许你可能说起来比较棘索 很难解释清楚啊 但是你从公共关系管理的角度来讲 你在这个事情上失去口碑的话 是可以通过在其他领域 做出一些成就 或者说做出一些好的事情 来挽回口碑的 这个实际上也是公共关系的一个策略嘛 你比方说五级投票时间做砸了 解释也没用了 负水难收了 那好 下回我做点其他的事情 比方说积极捐款 或者说开发出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或者说是像前几天的 上个月还是什么的 就这个月前段时间的 那个ED1夺冠一样 整出了让全国人民都感到荣耀的事情来了 你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事情啪啪做个一两个 那不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这个印象 稍稍扳回来一些嘛 但是联想 这么些年过去了 有出现过什么积极牛转舆论的积极作为吗 有没有啊 积极作为反正我是没看到 每次被动挨打 声誉持续遭到重撞 倒是常常可以看到的事实 对不对 所以说对联想这个事情 最后你要问我说 他该怎么做 我实际上就一句话 我就想问问联想 你们重不重视舆论啊 重不重视明星啊 在不在乎现在群众老百姓怎么想啊 你如果说重视 如果说在乎的话 第一 确实你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发展过程当中有跑偏的情况 那就认啊 然后就改啊 是吧 第二个你这样觉得委屈 你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啊 你不管怎么解释 不管怎么反应 都得有所反应 都得有所态度的 你老躲这算是个什么事情呢 你如果说你觉得 有人像刘总讲的 柳传志讲的 有人在有组织的黑你们 站出来反击吗 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的 你不说的这个结果 只会让自己腹背缩低 越陷越深 对不对 你像这次就是个机会啊 你做的不好的 你就把它挡成是一个进步的机会 柳传志不是经常倡导 那个复盘精神吗 你就是复盘吗 如果说自身有问题 在大大方方反省 有则改出 无则加免 对吧 这个也是也可以扭转公众的 这个一部分的形象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 你要让这么一个大企业 承认自己有问题 确实会很艰难 难是很难的 甚至会是一种正通的 但是目前看来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长通跟短通的区别嘛 你是要选择长通 还是选择短通呢 对不对 当然这咱实时求是讲啊 联想今天面对司马兰这个挑战 靠躲 靠不发声 靠消极应战啊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危机 暂时躲过去呢 有可能的 那时间久了 这场危机的话 可能也就过去了 但是问题是 接下来呢 你不好处理这个问题 今天有司马南 明天一定会出一个司马北的 后天一定会再出一个司马东的 那个时候联想怎么办 你继续这样 你继续躲啊 你继续不作为啊 继续默默失血吗 但是这里我说句可怕的啊 联想目前在公众当中 这个印象已经很不乐观了 按照目前的状态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联想啊 你认为自己在更新换代史无前例的商业生态当中 以及在复杂多倍的世界环境当中 你还能经得起几次巨大的舆论冲击呢 几次冲击之后 你还能不能够确保 你这个组织还能够坚挺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呢 对不对 说说联想 不要关键们来光联想了 一定要站出来干点实事了 给支持联想的人一个交代 同时也是给对联想已经怨气重重的人们一个交代啊 是不是啊 所以说关于司马南跟联想 打仗这么一个事情啊 我说单方面打仗这么一个事情啊 我今天就简单的发表我自己的这个看法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啊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的留言告诉我 好吧 好那么如果说喜欢听大白聊天的话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白 我们下期白话天下再见 再见